接下來我們現在全球資訊網的出現 所以這網頁的如何斷寫一個動態的網頁 可能很重要 有專門的課程 以下選修 HTML 叫超文字 超文字標記 markup 語言 language 它是一種特殊的格式化的語言 用來設定了網頁的格式 以這個例子而言 它跟你講呢 這個是一個paragraph 一段 然後這一段呢 包含了很多的line 好幾行 在這個程式 那你這個跳行它補回 它自動會這樣子給你補上來 然後這個 這又是新的一行 然後這是跟你講一行結束的 所以在網頁設計這門課程 老師會教你怎麼去寫出左邊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呈現在右邊 那網頁呢 希望以後呢可以進展到 Extendable 這個呢寫起來呢叫做可延伸的 Extend Extend 那ABLE是可以的 也是一樣標記語言 它是用來傳送跟攜帶資料的資訊 不是用來表現或展示資料的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希望說以後 這個代表的是文字的內涵 而不是它的格式 那格式另外用其他的方式 這個呈現 那應用呢 是在這個這個布羅格上面的 所謂的RSSP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一個這個簡單的例子 XML 這是誰呢 給這個人 從這個人 寄給這個人 然後標題呢是提醒 然後內文呢是不要忘記我 這個周末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是傳遞的 不是它如何呈現 是說這個訊息的內容 是誰給誰 那跟前面的HTML不太一樣 這個是現在的慢慢的 以後會希望可以 有XML 然後我們可以發展到 電腦跟電腦之間的一個口頭 知道裡面的內涵是什麼意思 好 那有些所謂的scripting language 命令稿語言 是Jarscript 那在這個網頁設計 這門課老師也會教你一下這門課 Perv PHP Python Ruby 這些都是 所以程式語言非常多 那當然我們的教學的方法 當然是說你懂了一種 那你遇到另外的你就會寫了 你只要會一種 其他你只要花點時間 照理說應該就會寫 只是需要時間 熟悉另外一種語言的語法 或是它新的概念 好 那我們前面講過的圖書館 使用者查詢網際網路 然後你按右鍵 有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HTML5 是顯示網頁上內容的結構 5是代表現在版本是第五版最新的 到目前為止2016年 以前是HTML4 它現在進發到5 那CSS叫做串接 樣式表 是資訊的設計跟外觀 HTML是文字的內容 然後呢這個外觀用CSS 來幫你設定 表格啦或是之類的 那JavaScript呢 是使用者跟網頁的內容要有互動的時候 和Java無關喔 比如說呢 這個我很久以前寫了這個程式 當然因為老師不懂 HTML和JavaScript 所以寫的它不漂亮 我承認 那你在這個身份證之後的檢查 這個呢 我是寫完之後呢 把它上傳到這個系上的伺服器 然後你按滑鼠右鍵 出現這個內容 然後我這邊呢 加了很多的註解 這個是跟你講 我原本的寫法 那因為我發現一些錯誤 然後我如何研究 這個這個我把這個紀錄 過程紀錄下來 好 那所以我說明一些 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些都是一個程式的註解 然後這些呢 才是你看到EF 這是EF 然後HIRLOOK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迴旋 就是不斷的重複 因為身份證 這個資源的這個檢查呢 是需要這個 然後你看這邊可以不分大小寫 跟你講過就這樣子啊 A啊 B跟B都可以啊 所以我是想不懂說這個東西 應該是都可以程式寫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網站都不准人家這樣子做 這很簡單 程式就這樣 如果呢 它是等於大B 或等於小B 所以老師一定要示範一次說 啊我真的會寫 不是說老師都吹牛 跟你講這個很簡單實際上很難 這個真的不難 所以我是想不懂 好 所以呢你可以在客戶端 因為這個 你連到網頁之後 你可以在那邊 或是在網頁裡面執行 那這個減輕事務系的負擔 那這個你看 還是一個跟PODLOOK 所以基本上呢 就跟你講說 這個程式 你看Java跟JavaScript是無關的 它一樣還是一個跟PODLOOK 我那個程式本來是用Java寫的 好 我們12-1呢 講一個系統開發的步驟 然後也有專門的課程 叫系統分析設計 不一定每一個同學都要修 但是如果你要做B專的時候 我建立你要一組 至少派個一兩個同學去修一下 比較有這個概念 教你呢 開發的一些方法 然後裡面有講到一些呢 這個測試的方法 我們今天都沒有教 那在三四年級 如果你要走軟體工程師 你可以考慮 然後呢 12-2呢 介紹一下程式語言的語言 還有一些開發的工具 然後介紹一下基礎的觀念 IF跟PODLOOK 還有網頁一些非常基礎的概念 然後這個後面都有後續的課程 都是一學期的 甚至一年的 等到各位同學學到的時候 再深度研究 不過呢 在離開這一章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強調 你在平常的時候 叫去思考 我當我在使用這個軟體的時候 那我學到的這個東西 怎麼去用 我學到的這個概念 去實現呢 我在正在使用這個軟體的功能出來 那你慢慢的培養這種思考能力的時候 你就會製作呢 大的系統 那這個呢 是要你要自我要求 老師跟你講這個觀念 老師不可能跟你教所有的 那教完這個基礎觀念之後 你要自己去思考 然後把你學到的東西把它活用 這個才是真正的把這個東西弄好 而不是考一個試 背一個東西 那個不是真正的學會